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一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民官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的忠实观众 跟粉丝们扫描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的订阅已经突破32万人 这个接连三天 事实上整个香港 几乎接近失控的状况 特别是今天再度集结 仍然要瘫痪 这个香港赤大脚机场的 香港民主派 同时川普在今天 白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在他的推特上面发文 也对着镜头讲 他说解放军正在集结 这个很有可能 逼近香港 镇压香港 也因为川普这一席话 引起外界跟这个美国政坛 至少有超过十多位的 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声援香港 然后支持香港 然后香港的局势 影响了台湾的选战 也影响了台湾这一次 蓝军的准核跟攻防 包含了换鱼大战的过程当中 以磕仰锅换寒 变成最新的战略 今天白天郭台铭肉脸了 而柯文哲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以柯仰锅换寒 到底会不会真的成真呢 待会我们好好聊聊 好 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 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来是姚霍珍 大家好 再来是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苗博雅 大家好 再来是康仁俊 大家好 再来是黄创夏 大家好 好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报道 黑国总司令部 他要去跟北京国台办邀功 逼宫屈西 应和中国大陆 甚至包括不合理的要求 当国台办的打手 狗狗 我是建议韩市长 要远离 这个不公不义 而且受别人控制的媒体 他是跟他要饭吃 我是给他们饭吃 我觉得如果说让他赢了 他不想要跟北京拿多少的利益 他如果說有一天當了國民黨的主席 那國民黨是共產黨的高招 不要發一兵一組 就把中華民國給沒收了 被國民黨現在破壞團結 最大的元凶就是中天集團 旺旺蔡演員 他已經干涉到中華民國選舉的公正性 你在旺中一開始也是支持我的 為什麼後來不支持 我兩岸一家親 這是底線 後來發現很多韓國瑜講的話 都是奇怪 媒體可以有立場 但是不可以太過分 人家說格調還是要有 好創下 台灣二零二零這場選戰 真的是亂局 一方面香港的處境影響了年輕 世代跟國際的局勢 包含了川普直接在推特發文說 解放軍正在集結 靠近香港的邊境 隨時可能鎮壓香港 引發了國際輿論的這個 抨擊跟關注 然而失控了香港 現在起天天癱瘓機場 都是固定的戲碼 而這樣的戲碼最後能能影響到台灣的輿論 台灣的選舉跟台灣的政治攻防 以科養鍋換涵 看起來越來越有譜 越來越明顯 而且郭台銘從七月十五號到今天 剛好足足三十天整 三十天整 郭台銘出現了 而出現之後呢 你會看到郭台銘呢 已經說要下面人叫他郭哥哥 再也不是已經要年輕了 而且他會帶動唱 而且開始練習好不好 我這樣說好不好 然後就跟小朋友講說 零到六歲國家養好不好 所以看到他這個重新復出的時候 展現出來就是 他還是要繼續站下去的這樣一個企圖心 而且呢最重要是說他在昨天的時候呢 去墓園的時候 特意的 剛好有一個媒體記者守著他 他竟然非常友善的過來說 你們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然後人家要問他很多的狀況啊 柯文哲講了什麼什麼 都說以柯文哲講的為準 以柯文哲講的為準 連講三次 所以這裡面就是說 現在呢柯文哲就是前李董指揮 柯文哲在前面 柯文哲打前線 柯文哲去批戰場 然後柯文哲以柯 然後再培養郭台銘的這個份量起來 他的神秘感繼續的拱 然後當然最後目的就是把韓國瑜給換掉 然後在這個狀況裡面 所以以柯養鍋是大選的大主軸 然後最終目的是要下架韓國瑜 下架韓國瑜 後面當然是接下來就是王金平 你這個後勤總司令 到底是怎麼去談 還要繼續談 所以他們學的日子也很好玩 上次郭台銘出來的是在媽祖見證之下 4月17號媽祖見證之下 說他要選總統 而這一次呢是818諸天神佛的見證之下 郭柯王三個人呢要合體了 所以這個畫面這個情境就看出來 以柯柯養鍋 後面還有一個拉王 然後去換韓這個事情 而且他們選的日子都很有趣 他們呢明天就是8月15號 815 我們小時候都知道 明天中原普渡 明天是榮麗的7月15 然後8月15我們小時候都讀過嘛 8月15傻達子嘛 所以他們三個人的木鳥要見面了 而7月15是榮麗要中原普渡 要普渡中鬼 然後他們心目中的鬼是誰呢 大概又是韓國瑜這個狀況 因為韓國瑜現在真的 而且他們為什麼這麼急呢 你會看到蘋果的周周民調 雖然他們三個人的結盟還是領先的 可是下滑了4個百分點 因為你拖太久大家也不耐煩了 所以他們的動作也要加速了 不然拖久以後呢大家指紋樓梯一想不見人下來 搞不好很多人就轉台了 所以他以柯仰鍋這個前進的戲 一定要加碼衝上去了 而韓國瑜呢也就更焦慮了 所以今天呢他雖然講說 不要問我幾點上班 我是責任制 可是他今天呢還是很早的就可能再從高雄下班了 因為他要趕到台北來 然後去見吳敦義 要開始去吳敦義裡面要談一談 找吳敦義 找那個曾永泉談一談 到底國民黨是不是還繼續把他當外人 能不能彼此之間真的找到一個好的一個運作磨合的方式 而且我也知道的是說 他呢還在乎什麼 韓國瑜真的被換掉的壓力很大 為什麼呢 他上去去美國的時候 最後美國給他零分嘛 那美國零分的話 所以是我在美僑商會的朋友告訴我說 這從7.15之後 他很努力的想要跟美僑商會 請他們說你們辦廠商會 邀請我來演講 所以在下禮拜三 韓國瑜那一天呢又要離開高雄 雖然又是在週一到週五之間 中午在金華飯店三樓跟美僑商會做個演講 要去鋪陳一下 他跟美國人也有關係的 韓國瑜為什麼要做這麼多動作呢 因為現在他的情況是說 聲望 聲勢不斷的下滑 然後過去很多的老朋友們都站出來說 我告訴我 你們不知道的韓國瑜 他其實是這樣子的 他是有喝酒的 他是有怎麼樣的情況 別人呢 每個人在問一個總統候選人就是 總統請問你將來要帶給我們台灣 帶給我們中華民國未來什麼新發向 結果韓國瑜不是 每個人看到他就是 總統過去你又幹了什麼事 誰又說你過去幹了什麼事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柯文哲打前鋒 郭台銘撐在後面 如果再把王金平拉進來 換魚這件事情 換韓這件事情 這樣一個主軸戲就會繼續演下去 那我們來看這幾天的主軸 包含了陳鴻昌黑韓 然後昨天是洋球形黑韓 今天曝光的是韓國瑜打麻將 那這個韓國瑜現在給外界的形象 變成吃喝玩樂打麻將 那吃喝玩樂打麻將 到底是不是任當國家領袖 如果說他真的很有人力的話 那當然大家就沒話講 但是問題是他的高雄市政裡面 他好不容易早上八點就出現了 防災會議 但是在防災會裡面 講了很多 他也講了只是水灰退的很 很快 那場會議裡面 昨天高雄因為這場雨 有一個人犧牲了 罹難了 在那場會議裡面 竟然沒人跟他報告 他也不知道 他去了現場才知道 可見他的一個治理能力 代理能力 所以他講說這叫市長責任制 還有媒體呢 用狗仔隊天天盯著他 盯得好緊哦 早上9點41出門 早上10點出門 中午1點出門 這個市長真的是睡飽睡滿 被人家這樣做抨擊 所以他出來講說這叫責任制 責任制是什麼 大家會講原來你的責任是什麼 週一到週五 有事情就找李四川 週六週日呢 你就找陳其邁 我呢就不要管我幾點上班 這叫他的責任制 所以他的極致負面形象 他的聲望繼續下滑 包括是他自己呢 因為楊秋新的關係 因為成功算關心說 我上市長以後 就從來沒有喝酒打 喝醉酒打麻將 結果人家就拿出來 你在巴黎島的時候 你們那四個人打到深夜 而韓濱在游泳池那邊到一點都離開 細節都講得那麼仔細 然後這個時候韓國瑜呢又被打臉 他這時候只好講一句話是說 原來他都是被盯著的 他住哪裡 他早幾點出門 甚至到巴黎島度假 他就開始去塑造一個韓粉 支持他的力量 他是被緊盯著 有很多人看著他 好像有一個被迫害的狀況 可是如果不是因為你市政做不好 如果不是因為你想選總統 而且很多人覺得 你的就是那個柯文哲講的品德 這樣的一個狀況 很多人覺得有問題 怎麼可能盯著你 所以以科養鍋換函 雖然國民黨還是力挺的說 我們絕對不會換 可是大泛男的人 就像那天講的一梯特在民調裡面 61泛男的人就覺得說 韓國瑜你還是不自然而退吧 那我問你 換韓要哪一些條件 韓國瑜的民調繼續跌嗎 還是黑韓的風暴 繼續的擴大跟延燒 還是這個吳敦義的態度是個指標 基本上吳敦義跟韓國瑜 已經是命運共同體了 他們有亞爾達密約或南京條約 不管怎麼樣 就是已經有個密約了 所以是換不掉的 吳敦義也換不掉 但是呢 裡面的一個狀況 可是如果你繼續掉下去 所以才會有那種 你看連那個高中生投書媒體 都會講說連戰2.0了 所以會不會是說 反正的國民黨輸定了 泛男不能輸 那整個郭台銘和王金平 就算稍微被國民黨 開除一家膽疾 但是你是當年的宋楚瑜 你們是可以留下泛男的命脈 這個氣氛會起來 但是你要把它換到是說 韓國瑜有那個鐵粉硬撐 有媒體硬撐 你要說要跌到像 像洪秀出那個17%很難 可是最後一個狀況是什麼 韓國瑜自己呢 真的發現說挺不住了 挺不住的話 自己知難而退 自己就像周瑜吧對不對 周瑜發現說 又被豬肯亮片了 怎麼辦呢 啊大叫一聲就吐血 就生病嘛 所以就是韓國瑜自己 能不能找一個方法 自己自然而退 那問一下任俊 現在看起來乙科養鍋 已經變成郭柯 或者郭柯王結盟的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主軸 這個主軸真的換得掉韓國瑜嗎 我覺得當然對郭台銘來講 他的聲量必須要持續的維持住 所以他找到一個最大咖的爭論名嘴 叫做柯文哲 那柯文哲當然他的一舉一動 現在你看過去柯文哲怎麼起 他是罵國民黨起家的 現在幾個要跟他談合作 有可能會見面 可能會在一起的好朋友 居然都是國民黨的 你不覺得這整個局勢換過來了嗎 所以郭台銘確實過去 在國民黨初選的那一段期間裡面 他靠著他自己的努力跟實力 不斷的上媒體 可是沒有營造出一個 很好的網路聲量 那誰知道國民黨初選敗了之後 突然出國兩個禮拜一回來 國民黨人人搶著要他 柯文哲搶著要他 王金平也搶著要跟他見面 他整個由黑翻到紅過來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當然是在做這個 跟郭柯合作 郭柯合作之前 他就是一個放話的一個人 而且他每一步都非常有步驟 包含到譬如說像這個郭台銘 不是有要韓國瑜說 你講清楚你跟旺中之間的關係 你是不是要這樣子 柯文哲上這個友台節目的時候 直接就講說 哎呀其實大家也知道 我以前跟旺中很好 但是我現在跟他已經沒有那個 他自己就趕快先往這一塊去切 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很簡單嘛 郭台銘你既然對於這個集團 有過疑慮 誰不知道柯文哲 以前跟旺中的關係也很好 柯文哲乾脆就自己講 而且他不是 而且我後來發現到 他其實真的是有目的跟有步驟的 因為他禮拜一 接受友台專訪的時候 那時候一專訪出來 我在現場 我還覺得說 這個東西柯文哲講這麼白 是不小心失言嗎 還是怎麼樣 那我們還私下問一下說 這個東西你們確定會全神播 不會撿 他說不會撿 有確認過 就是這個東西要播出去 結果你看到第二天 第二天媒體被問高科問者 講說你們是不是在 你昨天講的東西 是在講的 他說沒有啊 對啊 就是這樣 而且他不只是講這個 還另外多了一個 叫做中共代理人 把代理人更拿出來 結果這不是自己第二天而已 第三天 就進週刊今天的這個專訪 他講得更白了 望中後面是誰 他就是國台辦在指揮 他其實這個東西全部 插在一起的時候 他不是一個突然性的 他其實很知道 這個你想想看週刊專訪是昨天嗎 所以過去三天 柯文哲的言論是完全附和一個月前 郭台銘的言論 就是但是一個月前 柯文哲沒有附和 一個月後柯文哲附和 對 當郭台銘在參加國民黨黨內出選的時候 柯文哲有說過他好棒棒 或者是說他覺得他的理念相近 有去附和這些嗎 其實完全沒有嘛 所以這裡面當然第一個 柯文哲希望試圖 我用他的話說 This is my hope 有人說他英文很爛 他後來講說不對要用wish 這樣子 他不管你是hope或者wish 確實柯文哲他有一個想法 在現在是他具體在做的 也就是他希望郭柯王三個人 能夠坐下來談一談 我們這兩天跟又同台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那你們怎麼看郭柯文哲的這件事 因為比如說八月一號會面的這件事情 大家都不把話講實 結果是柯文哲自己講說 有啊有會面啊 而且就是要那上面寫的啊 他問我要不要幫忙 我跟他講說 你要選的贏才幫 不然民進黨很會清算 如果選不贏的話說 那個東西都是柯在放出來 那我覺得柯文哲 當然試圖透過這一些的操作 不然他去打韓國瑜 譬如說 剛剛這個創下所提到的 他說能力可以培養 但是品德不行 你看他昨天被問到的時候 大家講說你是不是講韓國瑜 不是不是 我不是講韓國瑜 大家不要亂想 我只是講說我們有些幕僚 如果他晚上去花天酒地 隔天開會的時候 又打瞌睡又幹嘛的 這個就是品德怎麼樣 那你講的是誰啊 這個不就是過去這一段時間 很多人套在韓國瑜身上的質疑嗎 那我覺得柯文哲透過這個方式 郭台銘不方便講的 柯文哲來講 OK 郭台銘最少還是一個 國民黨的黨員嘛 你想想看光一個趙首帛 在國民黨黨中央裡面 也不過就講說叫他借個酒 一大堆韓粉去罵他 結果有個叫陳鴻昌的 站在廟的那邊 旁邊站了一個蔡英文 講說我兒子講什麼 不好意思馬上開除 對郭台銘來講 那國民黨沒有辦法開除 柯文哲黨籍啊 對 所以這些話由柯文哲來講 最適合啊 而且柯文哲有話題性 那今天媒體應該在問 柯文哲說 你對打麻將的看法 請問你會不會打麻將 請問你麻將技巧好不好 那就要看柯文哲願不願意回應啊 可是這個問題就你看 就同期來得很快 過去我們很多人都喜歡講說 有證據就拿出來 讓我一刀斃命 結果現在很快啊 也不過昨天才講說 我不打麻將 趴啦今天照片就出來 告訴你講說是這樣 高雄市政府的回應就有趣了 高雄市政府的回應講說 這是過年期間跟親朋好友 而且又沒有玩錢 最重要的是又不在高雄打 對 這不是重點了啦 打麻將不犯法 但是政治人物的誠信會被檢驗 所以我回答 政治人物說 我早就不打麻將了 結果丟一張打麻將的照片 那一樣是要倒台 所以你現在正在回答 你剛剛問創下的問題嘛 政治人物吃喝玩樂喝酒打麻將 會不會能不能說不能當總統 不會 民眾覺得OK就OK了 可是問題現在回來是那個叫做誠信的問題 當高雄市政府出來解釋說 而且他如果現在說我只有過年打麻將 其他都不打 然後明天搞不好再丟一張非過年期間的麻將罩 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這就是擠牙膏的政治攻防跟擠牙膏的爆料啊 所以當你自己把這個城牆的牆蓋到這麼高 現在發現你自己要爬都很難爬的時候 你知道挖洞再往下走 為什麼因為當他出來跟你講我又不在高雄打 那已經沒有意義我講這個 沒有這個就是說一個謊有的時候要更多謊言來源 那源頭是他說我當了這個市長就不打麻將 所以先丟一張 那丟一張許淑華也很難回應 現在是變成麻將團隊麻將團隊打選戰OK 那麻將發大財OK嗎 麻將當總統領袖OK嗎 那台灣當台灣的國家路線 那拼經濟發大財的路線是什麼 乾脆全台開賭場嗎 李嘉芬有正式回應這件事情 李嘉芬的回應呢 他講說呢 他正式有這個打麻將的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都很好奇 不過他講說這叫做單純聯誼啊 那至於為什麼打麻將 他說是因為小孩子好奇 而且講說當時燈光昏暗也開 我不太知道他這一句要講什麼東西 但是重點在於什麼 你知道要打麻將不要牽肚子 打麻將大小 自己打麻將牽肚子 所以當韓國瑜把這個話講到這麼久 我剛剛特別強調他把圍牆蓋起來之後 而且蓋得非常高 上面還加了電擊網 是讓你所有人跨不過這條線 因為他講的是我當上高雄市市長之後 我就沒有再打過麻將 那現在這個看起來是在市長任內 我過年期間才打 那以後如果又被抓到別的打法 那就精采了 而且不完全不賭不活 然後還是純聯誼啦 而且不在高雄 所以我剛才講就是說 當你的牆這樣過 自己也過不去的時候 你只好開始挖洞自己跳 那這個的殺傷力 其實我講實話 就這幾個人對於 這個韓國瑜來講 他真正大的問題 不是在民進黨怎麼去打他 而是當你自己黨內的人 你都說服不了 當你黨內的人不斷的在這上面 對你提出質疑 而你所唯一能用的方式就是 還好他沒有發毒事 你知道嗎 我昨天超怕他突然揪著說 我如果是被抓到 還好他沒有講 我不知道是他不敢講還是怎樣 但是我就只能講說 當這些東西都是來自於 國民黨內部的質疑的時候 韓國瑜與其全台灣去跑偷偷 告訴大家 我一天要把七個公廟八個公廟 對不起 你的本在流失了 你今天陳鴻昌那個話講得很白 他今天講說我40年的老黨員 我不過就提出一個善意的提醒而已 結果你今天搞到這樣動我 讓我們講得更白一點 你國民黨不要只看到說 韓國瑜要選總統 地方上面還是要選舉的 你還有立委要選舉 你把地方上的人只因為韓國瑜說 好韓國瑜今天要去找吳敦義 所以要去商量對策 那是怎樣 你連開除人家黨籍這一招都用關了 你還有什麼東西能夠用 那你挖的 我講實話 圍牆蓋起來之後 剩下挖地洞跟挖自己牆角 好我們稍後立刻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台灣今年的選舉 政治攻防非常的複雜 包含了藍綠內部 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能量 可能裂解了原本的 這一個政治結構 那這次康哲的台灣民眾黨也可能造成影響 同時時代力量現在看起來也在裂解中 那另外一個外界觀察的是 以科養鍋換函到底會不會成真 康哲接連兩天呢 他呼應的是一個月前郭台銘講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康哲跟郭台銘怎麼回應 旺中跟所謂中共代理人 黑鍋總司令部他要去跟北京國台辦邀功 當了國民黨的主席 那國民黨是共產黨的高招 不要發一兵一組 就把中華民國給沒收了 被國民黨現在破壞團結 最大的元凶就是中天集團 旺旺在蔡演員 他已經干涉到中華民國選舉的公正性了 你在旺中一開始也是支持我的 為什麼後來不支持 我兩岸一家親 這是底線嘛 後來發現很多韓國瑜講的話 都是奇怪 怎麼是 媒體可以有立場 但是不可以太過分 這個還是有個人家說格調 還是要有 好這個或者剛剛看到的是 柯文哲最近幾天回應 旺中幾乎是呼應一兩個月前 郭台銘的回應方式 而且你有發現那個柯文哲 在之前接受我們一樣 是年代的專訪的時候 其實他當時說奇怪怎麼 他那句話沒有講完整 可是他這一次在鏡周刊 講得非常完整 怎麼那一些蔡演民要我講的話 變成是韓國瑜講出來了 他在鏡周刊的這一段話 講得非常完整 所以你就知道說 我相信在之前 柯文哲跟郭台銘的一個電話的聯繫 他們已經有一個擬定的 一個選舉的策略 這策略是什麼 就是柯文哲當先鋒 已經開始當狙擊手的角色 他已經開始對韓國瑜 跟那個旺中集團展開一個狙擊 那那個立法院長王金平 可能是會採取一個台教的角色 變成是會跟他疏通 整個一個相關的地方派系跟脈絡 那主帥郭台銘 他就扮著一個招降的角色 就是意思是說 像你的韓國瑜 你本來的鐵粉這個部分 他也不跟韓國瑜面對面硬嗆 但是告訴大家 大家為了中華民國好 現在是出來主要是為了中華民國 所以你雖然是韓粉 但是站在以中華民國為至高點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還是希望你可以來支持我的 我覺得他們這個三位一體的角色扮演 其實相對來講已經確定了 而且在這一次鏡週刊的採訪當中 那個柯文哲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他的目標什麼 他的目標就是要把他34席的立法 就是民眾黨的這個立法委員的提名 全部提滿 但是當然選上不可能是全部選上 但是其他沒有選上的 比如說選上的8席其他沒有選上的24席 也全部都進立法院 去當這7、8席已經選上的人的立委的一些相關的助理 最重要的角色是他們要讓這些人 全部有相關的政治歷練 目標是什麼 目標是下一任 這些都會成為他未來有可能在執政的一個人才 他培養自己的人才庫 今天有一個訊息傳出來其實是非常驚人的 就是國民黨的黨主席吳敦義 他派了前陸爾會的副主委張顯耀 特別附金去拜會了國台辦的劉潔一 希望中共這一邊對於自由型的政策可以鬆綁 那這個議題一出來之後其實大家都非常的訝異 就想說現在在選舉的一個關鍵時刻點 如果你國民黨直接去向中國共產黨討堂吃 然後希望他可以放鬆一些相關的政策 選前你這樣子希望人家幫你忙 選後你要拿什麼還給人家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其實昨天一直在討論到說 對於反送中的議題 國民黨到現在都沒有一個說法 也對於這個議題是持續到現在都是迴避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你還膽敢直付金 然後去拜會國台辦跟劉潔一有這樣的相關聯繫 其實讓人家看的是膽戰心驚 而且在反送中這個事情上連川普都回應了 那川普說解放軍正在香港邊境集結 那整個香港幾乎是接近失控的狀況 昨天非常確定的是我看到香港的網友傳給我的畫面 包含了香港的武警 直接對著香港機場抗爭的人開槍 然後在機場內丟這個催淚瓦斯彈 那今天整個香港的狀況又再度惡化 所以整個香港的議題也可能會延燒到台灣政治人物如何表態 所以現在中國已經開始進行一個內外部一個大外宣 宣傳什麼 宣傳說現在的整個香港的局勢是恐怖主義的苗頭已經出來 背後有外國政府的勢力在干涉 他們不斷地去強化這一點目的是什麼 目的為他們的中國的那個解放軍進駐香港 尋求塑造一個合理性的一個理由 他們要喚請13億人口的中國人去支持解放軍進軍香港 解決目前香港政局動亂的一個情況 真的那我問一下這個董老師 剛剛講香港一方面在動亂 一方面台灣內部以科養鍋換函 這一個政治戲碼正在上映中 而且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最近三天包含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他都呼應了這一兩個月以來 特別是郭台銘在初選過程當中的論述跟主軸跟戰略 是的 今天是8月14號 也就是說其實大家都知道國民黨的候選人 是韓國瑜到今天剛好一個月 我們回頭來看這一個月 這一個月裡面 柯文哲的話最多 動作最多 他還包括主黨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其實柯文哲他是言多必失 這是第一個要看到的事情 他現在當然 這兩天追隨著郭台銘 來討論這個旺中的問題 所以因為討論到旺中的問題 那個旺董他就要反映了 他就會針對你 柯文哲 我當初是怎麼幫你的 你今天這樣來咬我 這有一個新的戰場出來 然後但是我認為柯文哲失言的地方 我剛說他言多必失 他失言的地方還包括 郭柯王這個三方的互動 的這種消息全部是他講的 然後更妙的是 郭台銘今天是第一次露臉 第一次吐了一句話 叫做以柯為準 柯變成郭的發言人了 但是其實我是覺得 郭台銘這個時候是把柯文哲 推到這個烤肉架上面 進一步去烤 為什麼 這時候柯要特別小心 因為你講的任何話 郭董這邊重聽的 會把你切下來 郭董覺得不重聽的 郭董後面會修理你的 因為為什麼 這叫後發制人 但是現在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 為了要卡韓 所以郭董現在都把這些柯文哲 不重聽的話 其實我認為這個郭台銘 都忍下來了 我還是講一下柯文哲的問題好了 柯文哲說他去過中國16次 讀過幾本 當然讀過幾本這個書 然後他好像就變成一個中國通 我舉個例子 我是董立文 我從小到大去過醫院30次 然後呢我讀過幾本醫學的書 然後呢so what 我就是醫生了 就別開玩笑了 所以我覺得柯 柯這種 他那種以自我為中心室的發言 我覺得他發言越多 他的私分會越多 而且旁邊的人 所謂的第三勢力大結盟 其他的第三勢力的頭頭 都坐在那邊 冷靜以待 伺機出手就對了 所以這點一定要看清楚 韓國瑜 我來講韓國瑜 其實四月份韓國瑜參選的時候 那時候就講過 他有四個戰場 他第一個戰場 就是韓國瑜本人的 那個品格問題 還有家族問題 這是第一個戰場 第二個戰場 是跟國民黨的問題 是整個國民黨 第三個問題 是高雄市政的問題 第四個問題 是國政方針的問題 其實韓國瑜 跟國民黨的黨中央 跟吳敦義互相之間的 不信任感是極深的 如果你吳敦義要支持他 你就公開地講 把黨主席還給韓國瑜 這個就是你支持韓國瑜 一個最好的證明 還有一個國政方針的問題 我一直講說 這個韓國瑜 是宣佈參選的 這個總統候選人 你應該要多注意國政方針 過去一個月來 中共對我們做了什麼 有軍事演習 有這個取消自由行 有禁止來參加這個金馬獎 還有陪激 我們的代表處改名 香港反送中的問題 你的國政方針呢 你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你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你應該提出來的 裡面最重要的是陪激改名 陪激是我們中華民國 最後一個以中華民國為民意的 為民意的代表處 被中共消滅了 你不是在捍衛中華民國嗎 你參選的口號 捍衛中華民國嗎 對這件事情 你應該要有一個態度拿出來 好 總結的來說 我剛剛說的那四大戰場 看起來韓國瑜 他的防線已經全部在崩潰 他每一個戰場他都守不住 全部在崩潰 所以我回過頭來評估郭台銘 我猜他應該在八月下旬 乃至於九月的時候 他要出面了 因為他還在等著 韓國瑜的防線 四大戰場的防線 繼續一路潰敗 他在等那個時間點而已 好 我們稍後立刻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2020年台灣的選戰 跟香港跟中美關係都綁在一起 那美中的關係還在對決當中 昨天川普在推特上面 直接講解放軍正在集結到香港邊境 可能隨時有可能鎮壓香港 也因為這樣的新聞 外界都睜大眼睛在看 美國的政壇至少超過十多人 在推特上面聲援了香港真民主 而香港真民主一天一癱瘓 目前為止癱瘓機場的這一個狀況 還在惡化當中 同一時間8月16號本週六 香港有一個香港銀行大擠隊的集體動作 所以香港會不會度過本週末的風暴 外界都還在看 然後工黨內也在延燒一個風暴 這個風暴是以科養鍋換函 那今天特定這一個人事丟出來的 是韓國瑜打麻將的照片 所以明博啊我們來看 現在看起來以科養鍋的這個政治格局已經成形 換不換的陳寒要壓縮極小化韓國瑜的支持度 包含了鍋跟蝌蚪打望中 包含了麻將照片 包含了陳鴻昌或者是楊秋星呢 一天一黑寒都有一個黑寒的進度跟故事 其實這個牽涉到郭台銘他整個參選的賽局啦 之前大家在討論說郭台銘會不會獨立參選 但比起獨立參選 其實他一個更方便的做法就是換寒嘛 換寒他自然而然因為他民調第二高啊 他有一個正當性可以去換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可以去觀察新聞的話 最近在打寒真的踩到痛處的都不是綠的 其實都是藍營自己內部嘛 就肯定說藍營內部其實隱約還是對韓國瑜有一個包圍網啦 試圖就包括那個打麻將照片 一定必定是親近他的人所拍的嘛 只是說透過一個民進黨的議員把這照片PO出來 但問題是民進黨議員總不可能跟著他出國去玩啦 所以這是他身邊之人所為 所以在這樣子的 那我們來撒盤推演一下 韓國瑜的家人應該不至於這樣攻擊韓國瑜 然後隨行的除了許淑華之外 可能有幾個親近的人 甚至包含可能是親近的助理 有可能啊 所以事實上這張照片可以丟出來 大概如果你去追蹤的話 恐怕那一個線索跟人數是很有限的 是很有限的 可是這代表這個人其實他並不怕啊 你看這個照片其實拍的隻親近的 連李嘉芬是聽哪一張都快拍出來了 幸好可能聽的不是武統 所以這絕對不是路人亂拍的 這已經是親近的人在身邊拍的 是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見這件事情其實是國民黨在內鬥韓國瑜嘛 那國民黨內鬥韓國瑜 從他這個從選上高雄市長 一直到現在很多後來跳出來反他的人 都是曾經支持過他的人 那當然這個有人會質疑這些人 是不是被判者是不是被鼓啊 但是另外一方面來看啊 韓國瑜他沒有能力處理好他身邊的人 他當時為了要勝選 這個各地去遭祥納判 收了一大堆人進來之後 現在他根本管不好 他管理能力是有問題的 所以在這個各方都蠢蠢欲動的情況之下 對郭台銘來講 他最有利的賽局其實是 反正就是讓這些人一直去打韓國瑜 然後維持某一種神秘感跟高度之後呢 也許可以再重演一次換柱嘛 他就順利登場 這是郭台銘的賽局 那韓國瑜的賽局很清楚啊 他現在就是躲在他的平行世界裡面啊 因為有一個望中會幫他營造平行世界嘛 像剛剛我們一直在討論說 香港的大選會怎麼樣 香港會怎麼樣影響台灣大選 那連動性什麼 其實如果說你每天就是只看望中的話 你絲毫感受不到這個議題 你只看望中的話 你會覺得香港人是在暴動 那韓國瑜基本上是靠著望中 給他營造了這樣一個平行世界的保護網 去試圖撐住他那三層 因為只要他在登記前仍然有三層的話 那換韓就不容易成功 就算他登記前天花板只剩三層好了 但是因為國民黨那些人 他大概沒有勇氣去換下一個 還有三層的候選人啊 之前那個紅袖珠會那麼慘 是因為只剩下十幾趴 那那個非換不可 那對於郭台銘來講呢 現在他比較期待就是 用外部勢力做包圍網 把韓國瑜換下來 那柯文哲的賽局其實很有趣 因為他一開始在去年底的時候 他也許是盤算直取2020 因為按照去年底的民調 沙喀都的時候他有可能可以 撿到大部分的前來前率加中間 有可能可以突圍成為第一名 可是時間走到八月份 其實大多數的民調呈現他會是第三名 他一定要加上一個郭台銘 他才有一點看頭 所以在這個時候最近幾次的專訪透露出來 其實他在釋放一個訊息給他的支持者說 也許他是徐途2024 那在這個徐途2024的過程當中呢 有兩件事情我覺得對他來說是關鍵的 第一個就是他要有立委 第二個是他要成功營造換柱2.0 因為營造換柱2.0之後 就算換上去也是郭 國民黨想要拿下總統大選 大概不太容易 因為鋼鐵寒粉會氣氣氣氣氣嘛 所以在這個時候 國民黨要去對決蔡英文很困難 所以對他來說 現在為什麼要跟郭台銘結合 是因為他要贏財神 他這個已經 政黨的招牌已經弄好了 開店 贏財神進來之後 他的立委選舉就有搞頭 而且贏財神進來之後 換寒搞不好也有搞頭 這對他來講 營造出2024他最有力 可是財神也需要他 財神昨天被媒體記者賭麥 他就說以柯文哲講的為主 以柯市長講的為主 財神當然也在觀察他 因為畢竟 剛剛這個來賓講的沒有錯啊 郭台銘幾乎把柯文哲當發言人啊 而且柯文哲發言的很精準啊 柯文哲發言說 跟國台辦什麼關係 中共代理人 這個都很精準啊 這個都是完全一兩個月之前 這段時間以來 郭台銘所講的話 這兩個人其實之前並沒有合作過 所以現在是在培養一個 就像比如說兩個人要交往之前 沒有培養啊 兩個人的默契之好 真的是喔 我們在家裡只有說視訊 先試水溫啊 先試水溫啊 沒有兩個人默契之好 是天生一對啊 我倒覺得 基本上他是在看說 柯在關鍵時刻 如果都願意講出 他要講的話的話 那某種程度上 有點像投名狀的感覺 那反旺中 所以柯文哲不願意講 蔡免明要他講的話 卻直接就講了郭台銘的話 柯文哲的這個一心 已經表達的相當的精確 贏財神也要燒香拜拜嘛 那反旺中其實是一個燒香拜拜 但是 但是 以柯文哲來說 反旺中的話 那請問 他的這個兩岸顧問裡面 有旺中的這個核心成員 這要不要換掉 他可以說是偏偏旺中啊 偏偏旺中 有媒體集團有騙的話 還是有差啊 所以現在就是有點像兩個人要交往 沒有 那真心相愛 我剛剛已經類比了啊 他自己講 蔡免明叫他講什麼話 他不願意啊 他說有些話他沒有辦法講 然後韓國瑜就講了 可是呢 郭台銘到底有沒有逼柯文哲講話 我不知道 但是柯文哲就講出郭台銘的話啦 所以柯文哲到底是誰的代言人 是郭台銘還是蔡也銘 很明顯是郭台銘的代言人啊 實質上很 我認為很難講 因為柯文哲講的話 他是可以因應時事而做改變的嘛 也許我們之後可以看看 柯文哲的兩岸小組顧問的動態 會不會再換人 還是說 因為這個 如果說嘴巴講講 這個我們叫Lip Service 只要Lip Service夠了嗎 還是說你這個 包括胡志強 這個旺中集團核心成員的勢力 要清除掉 如果說 從這個地方去看 如果真的清除掉的話 那郭柯之間的結盟 才能算是 比較真的是有實質上的動作 否則現在是處於一個言語挑逗的階段 好 汪浩大哥怎麼看 對 我覺得恐怕我們還得要從北京 中共對這個局怎麼安排 來理解這個關係 因為最早從中共的角度來講 這個韓國瑜、郭台銘、柯文哲 任何一個人出現 只要拉下蔡英文 他們都是能接受的 那麼從這個國民黨 初選的結果來看 這個中共是暫時接受了 就是說他們挺韓國瑜 作為代表國民黨 來主打蔡英文的這個主要的 這個競爭對手吧 這一點我覺得至少到目前為止 中共在這方面態度還是比較明確 但是隨著韓國瑜不斷的出包 和民調下跌 很明顯 中共也是留了一個備案 就是支持郭台銘 換柱2.0的可能性 那 所以你認為 對中南海來講 郭台銘現在是備案 而且是火旗備案 是火旗備案 因為這個備案 只可以是換柱2.0 用郭台銘來代替韓國瑜代表 國民黨出征 也可以是郭台銘脫離國民黨 直接獨立出選 那現在的情況 為什麼郭台銘這一個月遲遲拿不了 做不了決定 不表態 我覺得很明顯 北京在這個問題上 也覺得有困難做決斷 因為現在 北京現在還顧得了台灣的選舉嗎 香港亂成這樣 還是顧的還是顧的 郭台辦的人還是有預算在花的 對他們有各個不同的部門 負責不同的工作 還是有人分工 負責台灣的工作的人 跟負責香港工作的人 還是不一樣 港澳辦的人 就算全被殺頭了 國台辦的人頭還留著 對對對國台辦 中聯辦 港澳辦 什麼各個辦 外事辦 他們都是有不同的辦 是不同的人 十三億人才幾幾 大家各自辦事 對他們有不同的這個budget 有不同的這個維穩資金 這是第一個 我剛才講的 第一個到目前為止 國民黨初選以後這一個月 中共起碼在表面上還是挺韓國瑜 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 但是因為韓國瑜不斷出包 他們郭台銘作為一個備案 這個備案既可能是換柱2.0 也可能是獨立參選 這個中共也是這個可能性也一直留著的 那第三一個就是柯文哲的作用 對於中共來說 本質上就屬於搗亂的 來搗亂的 就是make sure可以幫助中共 拉下蔡英文 這個不光是總統代選 所以我打得差 你的意思是說以科養鍋 不光是換韓的活旗 以科養鍋也可以是換菜換英的活旗 因為本質上蔡英文才是現在的台灣的總統 就是說韓國瑜仍然只是一個參選人而已 所以換韓還未必是最火的活旗 以科養鍋搞不好可以換英 不光是這樣 最主要是佈局今後四年 今後四年 即使蔡英文贏的話 柯文哲的力量在國會裡面 也會作為一個第三大黨 有足夠的力量使得 無論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都在國會不過半 這樣的話就等於使得 將來在國會 任何一黨都不能過半的話 蔡英文即使當了總統 她的整個執政狀況 就會陷入陳衰扁的 第二任的那個狀況 完全是一種僵局 好 那這個僵局會有多大影響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臺灣二零二零的總統選舉 很複雜 一方面是內部的政治結構的複雜 另外一方面鄰近的香港 整個八月份都在攻防 那整個香港現在是呈現失控的狀況 川普今天臺北時間凌晨一點多的時候 發了一個推特 他說根據他的消息情報 解放軍正在集結香港邊境 隨時有可能鎮壓香港 香港的狀況一旦火車對撞 或者出現嚴重的解放軍鎮壓 跟失控的流血狀態 保證絕對會影響到臺灣的選舉 那剛剛汪浩大哥講到 所以乙科養鍋一方面可以換韓 然而本質上對中南海來講 可能換鷹是更遠大的目標 以及就算換不了鷹 你的觀察是乙科養鍋如果成形 那傳統藍綠政黨很有可能 在立法院的攻防過程當中 藍綠都不過半 於是將來立法院沒有實質過半的大黨 那很多政治攻防法案攻防 比方說中共或者外國代理人法案 能不能過怎麼過 那柯文哲就會變成關鍵影響的政治能量 對 因為你想啊 實際上我認為馬上會最重要的一個立法院的法案 實際上是對於購買美國F16V的這個budget 這個台灣購買美國F16V的這個事情是中共非常在意的 所以他們一定要想盡辦法在國會裡面把這件事情給打掉 讓這個台灣不通過國會的預算 不買美國的這個飛機 那麼在這個狀況底下 如果是大選的 一月份大選的結果 這個 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 贏得了一個非常數量的第三黨的位置 可以使得國會 它無論是某一個法案 它倒向哪一邊 都會使得這一邊 這個發生一個巨大的這個 國會內部的狀況的變化 那麼對於配合中共 打掉這個F16V的budget 和類似這樣的問題 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那我反推來說 我如果是蔡英文 我重要的法案下個會期 通通快速通關 來不及 因為下個會期 9月份開會以後 實際上只有大概一個半月 兩個月的時間 因為馬上國會要提前 結束去大選舉了 立委也要選舉 立委也要選舉 所以實際上下個會期 國會真正工作時間 可能不超過兩個月 不超過兩個月 那美國的話 它要 因為你要 比方說批准F16V的話 你要美國那邊先通過 提出這個報價 然後你台灣才通過budget才去弄 今年年底之前 幾乎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下個會期 就是明年大選以後 這個會期了 那柯文哲在 這個新的台灣民眾黨 在國會裡面的 到底拿多少票 對這些問題是很關鍵的 好那我問一下創下 那怎麼評估台灣民眾黨 未來可能 在立法院席次的公訪 今天包含柯文哲 有兩個幕僚 比較年輕的柯玉安 跟這個劉怡婷 都傳出請辭的新聞 這些可能都是他佈局台灣民眾黨 跟2020立委選戰的重要的轉折 他必須要派10個人下去選分區的 然後提滿34個人 那當然有些人要去處理 有些人要去聯繫 那這裡面就是為什麼 可是他區域立委真的有站立嗎 還是開高走低 還是說那聲大 因為區域立委 但一選區兩票制不好意思 你要絕對的領先 你才會勝選 他的區域立委就是 找到對的地方 找到對的點 只要5000票到8000票 五五波不管藍綠都垮 他就是這樣子藍綠都垮 但是他因為他其實這一次就是 有總統候選人能夠帶著走 政黨票會高 政黨票一高 然後在區域立委員會 能夠10個人下去 或他能夠找到更多的 當然王金平就很重要嘛 王金平就知道哪邊的話 有空氣可以鑽 哪邊是該找哪個人來合作 王金平在他們這裡面 兵馬總司令 兵馬總指揮這麼重要在這裡 所以他下去之後 只要把國民黨的分區打下來 然後他的政黨票 可以因為有總統候選人 而且他們只有兩個總統候選人 拉高 一拉高起來的話 他就可以去分配 不過呢 他們大概對於軍售案是擋不住 因為下一個會期就是預算案 對 就明年的預算案 所以軍售案他們是擋不住 可是以後呢 在國會裡面 他們真的就是你藍綠都不過敗 對 你到時候就變成悄悄板 每個人都要找他們當支點 所以他這個八道時期這種預估 大家一直會這樣估的是合理的 如果是最後他們真的 真實拉起來拉高 或者是王金平真的 因為其實國民黨的提名裡面 很多下面的人也很多意見啊 那很多意見搞不好 王金平就可以找到 當地方派系這樣子 你紅派的人就靠過去了 黑派人不舒服 所以如果王金平能夠告訴他 點燈 先人指路指對了 他們搞不好分區立委 都還可以到那裡 而且還有耶 他們還接下來就是上次那個 任俊講的小黨 親南的小黨通通找過來 還可以再分配 沒有現在小黨快要瓦解了 問一下任俊喔 如果是這個結構 空著台灣民眾黨這個組合 吃到燃的立委席次多還是綠的 因為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昨天時代力量連洪池庸都退黨 所以現在都歸隊嘛 要歸 要歸民進黨這一隊的都歸隊 對不對 那像綠黨王浩宇 他們是直接表態挺民進黨的嘛 然後社民黨泛雲 他們也表態挺民進黨的嘛 所以小黨要歸隊的都歸隊 沒有歸隊的搞不好是 台灣民眾黨可以吸收的 你的觀察台灣民眾黨 真正吃到的國會席次 可能是誰的席次 我當然吃到藍的多啦 因為綠沒有空間了嘛 你看2016年那時候選的時候 我想這次我們都參選過嘛 那空著現在打望中 會吃到綠的空間嗎 他當然他當然也會吃啦 但是綠營 你光看時代力量這一段時間 民進黨不會讓小黨有太多的空間 你要就是宣誓效忠 那小黨在這裡面我必須講 最正最現實的政治操作 就是他希望要造成一個分裂投票的一個狀況 國民黨在今年的時候 你想想看他地方區域立委提名 為什麼搶翻天 因為大家都認為當選機會大嘛 結果國民黨有很多的區域 他基本上他一定下來之後 那些落選的那些這個要出選的 就有很多人開始去找其他政黨 就去看尋求有沒有這個能夠合作的空間 就那個其他就已經分裂出啊 那我就講就是說 對於柯文哲來講 第一個綠當他開始把這個票都給收容的時候 你看像洪池用他們 他們雖然講說我用無黨籍啊 但是你必須先過第一關 就是我願意要支持蔡英文啊 你才有這個空間的存在嘛 可是對藍的來講 藍認為自己這個情勢大好嘛 所以他一直覺得說 在這個整個地方選舉 尤其在 對不起 在立法委員選舉裡面 他其實有大的空間 所以柯文哲這時候 他其實他的人派出來 就做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他今天到這個地區上面去 他可以拉下一個人 我不敢講說他當選 因為確實有很大的難度 你真的跑過地方選舉 你就會知道說地方上面 你有時候經營很重要 可是小黨 我認為柯文哲區域立委 搞不好會掛壓袋 我現在這樣子講 可能會被柯粉洗版 沒關係 你們愛洗 你們洗你們 我為什麼 不是 我為什麼這樣判斷 因為陳思雨都沒力量 陳思雨等於家族有地方經營 那他現在如果提名那種空降 沒有經營的 我真的很懷疑不到半年內 可以搶到一堆票 因為現在是八月了 然後等你搞清楚你的部隊提出來 搞不好是九月以後 然後明年一月就投票 總共才四個月 那連陳思雨在臺北在都會家族地方 有經營的 你都搶不到票 那你離開都會 又沒有地方經營 你會搶得到票 我舉一個例子 你剛剛講陳思雨那一塊 那一次的補選 叫做單一選區一票制而已 可是剛剛強調的是 現在我們的立委選舉裡面 叫做單一選區兩票制 地方上面操作就是 好你像陳思雨那次拿到一萬票 那這一萬票的人表示什麼 他政黨票如果他當時是有政黨票的話 這一萬票的人 其實是有可能會給他的民眾黨 這第一個票員 第二個是到地方選舉的時候 譬如說我要跟柏亞 所以柯文哲真正可以賺到的是不分區的席次 他區域的席次很難賺到 除非他有強將 所以我們就回來 我不要舉柏亞例子 因為柏亞是在選的 就是他是謝議員 我跟創下比好了 比如說我要跟創下選 那我知道我要挖創下的牆角 其實有難度為什麼 因為創下平常都在地方跑 創下他自己有很多大精英 可是小黨這時候就會怎麼說沒有關係 你挖著我八千票 立委給他 因為我真的知道你有你的人情壓力 立委給他做沒關係 但你政黨票給我 對 所有小黨的操作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親民黨操作 這個就操作到極致 所以我才說柯文哲可能區域立委 很難有突圍 但是不分區事實上是會有成果 那這種操作會不會成功 其實你看一六年就好 以柯文哲的這個台灣民眾黨的支持度 如果不分區有一成的穩定支持度的話 大概轉換成席次 可以有多少席次 因為你要五趴嘛 你要五趴才會有三席 那我們現在就算好 所以如果一成可能超過三席 一定超過 大概五到六席左右 所以現在可以估五席 外界評估大概是六席左右 是算合理 因為有人喊到八 我覺得那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外界現在評估不分區 可能是有五席或六席 我們用比較高的計算六席 但是區域變成要有戰將 區域如果是落兵之將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有戰功 這種就變成是 你剛剛講的就是 我如果被推出的那些人選 都在區域裡面 因為區域要打的 其實就叫形象牌 他不是要打當選牌 他要打叫形象 也就是透過這一些人講說 你能不能就沒有關係 我立委你真的給他 可是你看在我們可以制衡的力量給我 那現在靠柯文哲的 童仲彥 李婉玉 然後鍾小平是哪一個形象特別好 我看形象都沒有比 你認為他阻擋的那一天 為什麼這些人最後沒有出現 你認為沒有人去做疏通的這件事嗎 拜託他們不要出現 所以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當天有很多 拜託他們要出現 你看當天還有從南部的 柯粉的民眾自己包車什麼 跑去那邊講說我們要參加入檔 但是說不行 因為他政黨核准書還沒有發 所以不能入檔 那那一天跑去蹭的 跑去幹嘛的 到最後其實是沒有出現在現場 你認為這些人是怎樣 幫我們要吃西龜環境嗎 好我們稍後立刻回來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